这是Adam,他饱受痛风之苦 尝试Ura,他在治疗痛风中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 Ura,尿液减化剂,有效缓解痛风 欢迎收看TT快报 旅游部部长张欣欣到机场入境处解救据说被移民局官员敲诈的中国游客后 首先安华昨天无预警的视察机场通关处 安华今天表示他在视察后发现大部分的机场官员都履行了职责 只是一小部分的人还是改不掉旧的习惯 因此反弹会有必要行动 安华在首相署常阅集会演讲中说 移民局和关税局的情况受控制 但还是不该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整国州 破坏了移民局的形象 安华也透露 他发现机场关税局的七台货物扫描机中 只有一台能够运作 而且有的扫描机去年就已经坏了 这个问题必须马上纠正 安华强调 不要等到部长亲自巡视才知道问题 上级官员本来就应该亲自多到现场视察 不要假设一切运作良好 另外安华也透露 一些符合获取公民权资格的人士 被要求支付一笔钱才能换取身份证 这种情况破坏了政府形象 反弹会原定今天会晤张细兴和中国女子 以便了解机场救人的事件 不过截至傍晚 他都没有前往部城反弹会总部 他接受新海峡时 采访时拒绝证实今天会不会到反弹会 他还反问记者为何在现场等候 当记者进一步解释 媒体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张庆兴则表示 希望以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 并且反问记者为何想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另一边乡反弹会特别行动组前主任巴里认为 如果张庆兴怀疑移民局官员贪污 就应该向反弹会投报 而不是进行处理 他呼吁安华对付张庆兴 更直言这个美脑部长的行为已经拖累政府 另外国门议员马斯也要求张庆兴休假 他在昨晚的一场政治演讲上批评 张庆兴鲁鲁莽行事 而且不尊重公务员 不过沙拉越新闻秘书林斯健却力挺张庆兴说 应该赞扬张庆兴而不是批评他 婆罗州邮报今天报道 林斯健相信张庆兴不是为了个人议程而亲自前往机场 了解那名中国游客所面对的状况 林斯健也指出政府高官应该经常无预警的到现场视察 因为官方参访只会展示良好的一面 最后变得毫无意义 另外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 内阁将会讨论和改善外国游客的入境程序 他说政府既要保障国家边境的安全 也要友善地对待外国游客 一党昨天指控行动党利用宗教种族和王室三二客题 来挑拨民间情绪 一党更点名尼克敏林冠英和潘经纬发表煽动言论 对此尼克敏政治秘书张玉刚批评一党是贼喊抓贼 张玉刚今早发文稿表示 一党才是炒作和激化国内族群 宗教和文化矛盾的罪亏祸首 他指出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早前发表 非穆斯林是贪污根源的言论 以及击打看守周大臣沙努西 不断对击打槟城边界问题挑起事端 种种行为都是明目张胆在玩弄三二客题 张玉刚强调 行动党领袖一直以来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和煽动行为 并提醒一党 我国的多元社会需要相互尊重和包容 而不是颠倒是非黑白来制造分裂和仇恨 昨天 一党宣传主任凯里尔发文告声称 行动党苟急跳墙 不惜炒作三二客题 凯里尔点名批评 尼克敏散播伊斯兰恐惧症 潘监委给国阵和其他马来人领导的政党贴上贪腐标签 以及林冠英通过投国盟会使槟城消亡的论调 恐吓槟城选民 林冠英则反击 如果一党是真心要阻止政治任务操弄三二客题 就应该先对付自家的党主席哈迪阿旺 林冠英今天发本告表示 哈迪经常肆虎忌惮地发表蓄意诋毁和歧视非穆斯林的敏感说辞 是发表最多三二言论的人 林冠英举例哈迪批评行动党领袖使用绿巢这个词汇来煽动伊斯兰恐惧症 然而伊党领袖却早在2018年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汇 林冠英也引述哈迪早前称 非穆斯林应该穿着得替 别向西方不知羞动物的言论质问凯利尔 难道不该对哈迪采取行动吗 而针对凯利尔点名他 以投国盟会使槟城消亡的论调恐吓槟城选民 林冠英解释 自己的言论旨在捍卫槟城免受明显违宪的欺凌 林冠英强调 行动党领袖仅仅是在诡应伊党的极端主义行为和种族主义言论 而凯利尔却无疑是在贼喊捉贼 网民查吉亚马尼早前祈求上舱取走哈迪阿旺的性命 不过在安华的劝告下 他今天向哈迪的家人道歉 查吉今天发推特表示 考虑到首相的推文与朋友们的意见后 如果我的推文伤害了感受 我向哈迪阿旺的妻子们与家人道歉 有网民在下面留言 说查吉的道歉设下如果伤害了感受的条件 显示他的道歉并不真诚 而且是伊党风格的道歉 对于这个网民的留言 查吉则以黑黑笑来回应 哈迪早前入院治疗后 查吉在推特起足上舱 取走哈迪和马哈迪的性命 隔天安华批评查吉的言论不当 要求他立刻道歉 目前哈迪已经出院 回家休养 继指控外来者试图夺取马来土地之后 马迪如今又变称 宣扬多元种族主义的马来西亚 抵触联邦宪法 他更再度指控行动党威胁马来人和伊斯兰 马迪今天在面子书回应巫统 武吉牛乳而驱步宣传主任胡在迪 批评他制造分裂的言论 马迪声称 他只是触及联邦宪法的内容 而宪法并没有说 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国家 宪法只强调马来西亚的马来特制 他接着表示 行动党有40名国会议员 所以安华必须听命于行动党 否则政府将会垮台 不过陆兆福马上发文反驳马哈迪 他说马哈迪的指控毫无根据 并强调行动党维护联邦宪法 陆兆福表示 他对马哈迪的言论感到非常失望 他反问马哈迪 行动党当年掌握42个国会议席 但是行动党有没有意图推翻马哈迪 或威胁马哈迪的首相地位 学州国母主席阿兹敏 昨晚在社交媒体 分享他和马哈迪夫妇一起用餐的贴文 阿兹敏表示 马哈迪呼吁马来穆斯林要大团结 阿兹敏指出 他昨天下午趁着哈之杰和妻子 一起拜访马哈迪夫妇 大家也讨论了国内外课题 阿兹敏写道 除了经济和生活费问题 敦也全面呼吁马来穆斯林团结起来 对抗拥有影异城的敌人 阿兹敏说 马哈迪与妻子西蒂哈斯马 即将在下星期分别迎来98和97岁生日 他祝福马哈迪夫妇健康良好 马哈迪2018年第二度单任首相时 阿兹敏当时出任马哈迪内阁的经济部部长 不过2020年 阿兹敏和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尤丁等人 发动喜来登政变 推翻马哈迪领导的西蒙政府 马哈迪近来推动马来人宣言 并已经会晤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也跟穆尤丁嗜好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这被决定了 于 XV4ade黑 くし